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在拿打火机为她点火后将蜡烛插上蛋糕 不少粉丝看到她叼烟动作手持蜡烛后 感到相当惊讶 纷纷留言表示叼烟的动作实在不适合你甜美的形象 吓死宝宝女神怎么会抽烟 有练过点烟和吸烟 所以你是自己一个人住台北 对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 因为我听说就是很多队友会去人家住 啊谁最常去住 池妹最常住 池妹真的很不要理 你怎么说不要理 池妹真的是我顺习蜜他哦 你说啊很慢 他一个礼拜回 然后我就来叮咚叮咚他一次 他说 哈哈哈 我在千岁 我12月30号我就不说 你要不要来我的尾牙 因为我20万订阅 然后我就奶妈 然后我又31号我又拍手拍手拍手 然后说安安 心灵快乐 回答我 回答我 你到底要不要来 乐天女孩琳达日前在自己的频道琳达是灵蛋 邀请到福宝年英州成员奶昔担任来宾 其中当奶昔提到队友慈妹很常去她家住时 琳达忽然开玩笑喊慈妹真的很不要脸 并提到慈妹不爱回讯息让琳达超崩溃 二十五岁而已 对 你才 喔 双子座 没有 巨蟹座 那我巨蟹座比一天 所以巨蟹座是比较宅吗 我觉得算宅欸 就是 如果没有事的话 就是真的去台北家睡觉 所以你是自己一个人住台北 对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 因为我听说就是很多队友会去你家住 啊谁最常去住 池妹最常住 池妹真的很不要脸 哈哈哈哈你怎么说不要脸 池妹真的是我述息蜜他喔 你说她很慢回 她一个礼拜回 然后我又再叮咚叮咚她一次 她说 哈哈哈哈 我在甜蜜 12月30超好久不说 你要不要来我的尾牙 要20万订阅 然后我说奶妈 然后我又31号我又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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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安安 心灵快乐 回答 回答我 回答我 你到底要不要来 好我就讲了 职业就是啦啦队嘛 然后艺人教育程度是 民藏大学 对台北校区 在四零业室旁边那一间 什么系啊 是 所以你会剪辑 我会剪辑 只是就是 我很懒 因为剪辑其实非常累 很累超累的 超累的 所以各位剪辑是辛苦的 辛苦了 好我就去问喔 交过几任男朋友 交过三任 三任 对 就是最靠近的那一任 五年前我认同的 然后 然后 那是你的国小同学 真的假的 同班吗 好像是同班 好像还同桌过 哪一个 哪一个 叫死 他那是我国小同学 是他追我的 他就后来 后来被分手 他分手 一个月后他就说 他不想担任 但我其实后来才知道 他那天 我们分手的那天 他跟我说他要去 什么 帮忙家里 但他其实是去 找他 潜力 我真的走出来 应该是三年 但是真的 断联系是两年 他后来跟我朋友在一起 跟你的学生在一起 就是已经断完结了 然后他后来就是 有跟那个女生相处 然后他女生 也有自己来跟我说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就是他也怕你难过 所以他怕我难过 所以他自己先跟我讲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没关系 你们就 幸福就好 然后他们就是交往到现在 我就去看他们这样 幸幸福 已经好几年了 是不是 好像也交往了两年了吧 Oh my God 我同学 怎么会这样 快点啦 骂他 欸 正 不能讲出名字 不能讲出名字 没关系 正 为什么要叫奶昕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参加 钢土睡 学姐的人就说 要去一个美女 对 就这样子 就这样 没有特别原因 没有特别原因 真的就是叫奶昕 然后一直到现在 好 那有没有说 上次被骚扰的事件 是不是有造成阴影 你被谁骚扰啊 就是之前 那个 12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花山展场的活动 然后 因为那个厂商 刚好那时候 没有给我们休息室 我那时候 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的伙伴刚好去 去上厕所了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就有一个 不是 知道是粉色还是球衣 然后就走过来 就说 欸 奶昕的 我要给你 好好心哦 谢谢谢谢 然后他就说 他说 那个谁谁谁去哪里 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 他就这样子摸我 说 那你赶快用 就是有点像是 如果他今天是你的长辈的话 你就觉得还可以 就是长辈就说 你赶快用这样 对对对 可是他很乖 而且他弄了两次 因为我 吓到 我只是对这种事情 没有办法很 反应迅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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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